对于7代40系显卡的玩家来说 虽然旗舰级的RTX4090和4080等算是摇摇牙才能用上 但面向于甜品的RTX4060等就是大家最想拥有的了 而在4060规格泄露的4个月后 现如今的RTX4060Ti也是迎来了首次曝光 其不仅在理论基础性能上启评了RTX4080 同时在功耗上也带来了不少优化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就随着给抢我来了解一下吧 其实早在今年上半年RTX4060的规格就得到了部分泄露 即将基于主流的AD106核心打造 拥有36个SM单元和4608个库大核心 并将配备8GB的GDDR6显存 显存位宽为192bit 整卡TDP功耗为200W 然而随着发布时间的临近 这样的规格却差点被老黄一刀砍煤 无论是核心还是显存通通是进行了缩减 这里来看超级边汇总了知名外媒WCCFTIC的最新报道 背砍之后的RTX4060将会基于缩减满的AD106核心打造 又有31个SM单元和3968个库大核心 而其仍会配备8GB的GDDR6显存 但显存位宽则会缩减至128bit 当然也有升级的地方 那就是功耗提升至了230W到240W 所以如果要与原版相比的话 那么被砍之后的RTX4060 核心规格上直接是缩减了14% 而这样的缩减也就意味着 性能方面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减少 同时根据推对用户QBlex的爆料 目前RTX4060已经通过了测试 并和在3DMark的Time Spy X Dream中获得6000左右的跑分 但这个分数嘛 显然就比之前爆料所说的 能打印3080的性能相差甚远了 老黄这一刀直接是砍到密门了 虽然RTX4060打不赢RTX3080 但RTX4060Ti还是有机会的 目前根据知名外媒Videocast的消息显示 RTX4060Ti将与G1同4070一样的AD104核心打造 拥有48个SM单元和6144个库大核心 并将配备10GB的GDDR6显存 整卡功耗约为270-280W 当然这些规格仅仅是初步泄露 仍有很大的调整空间 且并未实锤 所以还请大家理性看待切勿过心 那性能方面 根据推特用户QBX的实测数据显示 RTX4060Ti可以在 3DMark Time Spy Extreme中获得8600左右的跑分 同时平均频率也达到了2600MHz 小米之下就能以跑分在8400分到8800分的RTX3080一战了 除此之外 考虑到目前的RTX3060Ti就差不多能与RTX2080Super一战 那么RTX4060Ti起屏RTX3080还是非常有希望达成的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也都是老黄的倒法别再失误了 要不然RT40系显卡就真砸手里了 所以在甜品的RTX4060Ti和RTX4060之间 大家又会考虑选择谁呢 欢迎在评论区或弹幕上留言哦 而你的一键三连也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持续动力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一键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RG强 我们下期再见